一万多人加入战斗 朝鲜士兵在俄乌实战练兵 韩国担心的事发生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论评的主题是 一万多朝鲜士兵参战吗 普京迎来最强助力 尹熙悦察觉大事不妙 普京迎来最强助力 1.2万朝军加入战斗 尹熙悦比泽连斯基更先一步察觉大祸临头了 10月18日晚 韩国情报部门得到消息 为了帮助俄罗斯 朝鲜已决定向俄乌前线大规模派兵 据说朝鲜派去的是一支名为暴风军团的特殊作战部队 下属的四个精英累积部队共计1.2万兵力 另外根据韩国国情院透露 韩防已经掌握朝鲜向俄罗斯大规模派兵的证据 本月8号到13号 在密切监视朝军动向的过程中 韩国发现俄罗斯海军运输舰向俄罗斯地区运输朝军特种部队 由此确定朝军正式加入俄乌冲突 情报显示 被派往俄罗斯的朝军 目前驻扎在弗拉迪沃斯托克 乌苏里斯克 哈巴罗夫斯克 布拉格申威斯克等地 目前已经领取了俄罗斯军服和俄制武器 在完成适应性训练后 将正式部署到前线加入战斗 10月19日 乌克兰方面也公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几名东亚面孔的士兵从俄军手中领取装备 他们说话还带有明显的朝鲜口音 疑似朝军士兵在俄军训练场进行部署前的准备工作 总而言之 朝军前往俄乌前线参战这事 基本上可以确认了 俄乌打到这个份上 朝军突然派遣大量兵力参战 这让尹熙悦深刻地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都知道 目前的俄乌局势 俄罗斯优势很大 很多人都怀疑 乌克兰能否撑过这个冬天 俄罗斯本身的兵员储备还算充分 现在又是大优势 按理说是不需要朝军跨越千里来支援的 而且这个人数还特别多 为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 实战练兵 最近的半岛局势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双方剑拔弩张 尤其是平常方面正在积极备战 如果真的开打 谁能赢呢 我们都说朝军战力碾压韩军 但大家别忘了 平常方面有多久没打过仗了 距离现在战争有多远呢 其实通过俄乌冲动 大家都感受到 别说朝鲜 很多西方国家都有点跟不上现代战争的步伐了 比如说无人机在俄乌冲突中的运用 就跟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俄朝双方在经过谈判后达成利益交换 让朝鲜士兵加入俄军进行实战练兵 让他们适应现代战争的打法和节奏 适应战争环境 为将来南征做准备 很显然 这是韩国最不想看到的画面 所以我们看到 得知朝军真的出兵俄乌后 韩国立马慌了 召见俄罗斯驻韩大使 就朝鲜派平一事 强烈抗议 韩国为啥怕呢 因为等朝鲜练完兵 收拾了乌克兰以后 下一个就轮到韩国了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